国家在究竟是谁在叙利亚动用了化学武器的问题上是意见分歧 不过仍然要继续合作来促使联合国通过有关消除叙利亚化武库存的决议 那么有关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 他就在星期二表示 上个月发生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化武袭击是反政府武装的挑衅 目的是要得到外部的军事帮助 而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莫斯科与拉夫罗夫会谈之后 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雷和国调查报告提供的证据显示 叙利亚政府军动用了化学武器 这看来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有关于各界是如何的来化解有关这场叙利亚的危机呢 在过去这几天来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政府除了要积极的与俄罗斯来进行磋商 有关于叙利亚的决议案之外呢 美国对于中国也进行了不少的外交努力 那么在国务院方面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的外长在最近呢 也要积极的来进行有关外交的协商 我们现在就通过连线 请B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江荣香 来我们说明最新的情况 荣香您好 美国在中国到底在这个外交平台上 是如何来进行交手的 是的 联合国大会今天在纽约开幕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率团出席 国务院宣布 这个星期四 也就是9月19号 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和王毅举行双边会谈 讨论叙利亚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玛丽哈尔夫怎么说 当 Thursday, September 19th Secretary Kerry will host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 Yi for a bilateral meeting and working lunch as part of our regular consultations on a range of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while this meeting has been planned for some time we do expect the Secretary and Foreign Minister to discuss current issues such as the DPRK and Syria 叙利亚并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也不是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来源 因此在说服阿萨勒政权交出化学武器的时候 是由俄罗斯来主导 尽管如此 中国还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因此要想再联合国推动任何的决议案 都必须要有中国的支持 那么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签署向行政命令 要提供叙利亚一些反对派 属于非致命的性质跟化学武器有关的保护设施 因为之前联合国的独立检查人员 已经证实8月21号 在大马士革附近叙利亚的确动用了化学武器 也因此造成了许多平民的死亡 郁文 我们也看到了 除了叙利亚问题 可以说各方还有很大的分歧之外 那么这场美中的外长会谈 是不是还有可能谈到其他的一些区域安全的问题呢 容香 是的 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计划要出席东盟的会议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 中国和东盟国家也举行了会议讨论 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的问题 因此可以预计的是海上安全也将是这次美中外长会谈的主要讨论议题 那么我们知道多年来东盟国家一直寻求呢 希望跟中国达成一个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 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中国一直抗拒这样的相关的会谈 因为中国不希望被绑住 来妨碍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上面呢 通过这个执法力量来维护所谓的主权 那美国的立场呢 一向是说要各国要达成一个行为准则 因此这一次在苏州举行的会议呢 其实是在南中国海行为宣言的架构之下 第一次就希望达成一个行为准则的会议 所召开的会谈 那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呢 平常只是说美国希望看到一个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来处理有关的海上纠纷 但是呢这一次呢 他罕见的更进一步的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反对动用任何的武力 或者是通过威胁恐吓强迫的方式 来推进任何国家对于南中国海的海上巡视 宇文 是荣香我们知道最后 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提到 你可能也听到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海军基地呢 在星期一发生了枪击血案呢 我们知道在那事件之后呢 许多美国的联邦大楼安全问题 可以说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那荣香你今天在进国务院的时候 有没有遭遇到这个特别的安全检查措施呢 谢谢宇文你的关心 那么由于这一次呢 并不是被定位为海外的恐怖分子 对美国的攻击行为 因此国务院并没有采取特别的安全措施 不过呢国务卿克里也随时被简报有关的情形 那么今天早上我进国务院的时候呢 碰到的是一个认识的警卫 那么进来的过程还蛮顺利的 并没有遭遇到特别的安全措施 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 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